中国南篮遗憾输球,央视名嘴道出真正原因。 大家好,这里是大唐料球,欢迎广大球迷点赞关注,谢谢大家。 南篮亚洲杯八强战,中国南篮对阵黎巴嫩南篮刚刚结束。 在这场比赛中,中国南篮以69比72三分之差败给黎巴嫩队,止步四强。 本场比赛一直拼下到最后,随着顾全最后时刻三分被对手盖帽,从而错失扳平了机会,中国南篮遗憾地落败出局。 对于这个结果,广大的球迷感到非常的遗憾,毕竟中国南篮在最后时刻将比分赶上甚至于反超。 只是在最后阶段,频频地出现了失误,从而没有追上比分,输掉了这场比赛。 本场比赛从开始,中国队就落后,一直处在追赶的位置。 在第三节,中国南篮出现了一度的混乱,最多被对手领先15分之多。 经过暂停的调整,中国队慢慢地找回了信心,防守上也给对手增加了压力,慢慢地将比分追上。 本场比赛大中锋周琦是发挥最出色的球员,只有他在场上的时间,中国队才是反超比分的时间。 即使这样,最后也是输掉了比赛,非常的遗憾。 面对这种情况,央视的名嘴,中国南篮因为人员不整,前面挖的坑太大,后面虽然填上,但是已经消耗殆尽。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裁判的原因,即使瑜伽也提到,有些犯规是需要赛后找一找犯规的根本原因在哪里。 不只是球迷看不懂,就连我们的央视主持人也看不懂。 这些因素严重地影响到了中国队的发挥。 虽然比赛输掉了,但是中国队的实力还在。 因为疫情的原因,这一次的国家队人员不整,在以后的比赛中,如果再补上我们的主力,像郭爱伦、胡金秋等主力回回,中国南篮还是亚洲的一流强队。 希望中国南篮赛后好好地总结一下,能够正确地面对比赛的胜负,在以后的比赛中打出好的成绩。 期待中国南篮再次的崛起。 感谢广大球迷的收看,谢谢大家。 感谢广大球迷的视频